妈妈辛苦了 真的可怜 但是我在中国 我想我给妈妈饱 不能 但是我妈妈不告诉我她累的是 我的姐姐 她还在身体不舒服 脚小 有腿 她还在 真的不舒服 就因为这边神经受损伤 然后走路有点不协调 温先生 七年多 她的朋友 叫我的姐姐 是Munster Munster 我不懂面相 但是我能看到那种希望 很好 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个质疑 好不好 因为我记得我在 第一次介绍智商力合的时候 就加了一个公司给你们的一个 title叫中国第一励志天团 可是会有很多人 就是对一个新的团体上来 就管自己叫第一 管自己叫天团 就觉得你们凭什么 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我们第一次看到网上这种新闻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难过 做自己的音乐 发自己的专辑 为什么会被人说成抄袭 西姐跟杰哥就跟我们说过 无论他们怎么说你 你们做好的是自己 听到这话以后 我觉得这反而是对我们是一种动力 我觉得每一个说我们 指责我们的人 对我们来说都是贵人 都是在一个不同的侧面 激励我们进步 让我们不能停在这儿 大家都很清楚 未来的挑战 其实是更大更困难的 所以说接下来 大家请相信我们 智商力一定会 做到名副其实的智商力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用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 就从他们开始 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到隔了一段时间 你再看到他们表演 有没有进步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挺用心的 我记得有一次 他们去录我一个节目 就还拜托我去 学他们的那个智商力和操 你们听说过吗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好不好 音乐 五 六 七 八 智在心前 天天上下 有励志的态度 大家传结一体 金星与魔弹 从来都是自立者的人生财富 与生命基石 面对着红透亚洲的韩国组合 东方神奇 Super Junior 来自宝岛台湾的超高人气组合 飞轮海 还有实力超群的 其他新人组合的激烈进出 中国内地制造的智商力和团队 在关注 比较 与质疑的风口浪尖上 勇敢前行 用心怀感恩 与勤奋励志的人真态度 迎难而上 智商力和团队成立一个月后 推出首张一辟 其中的代表歌曲棉花糖 凭借对青春岁月的深情感怀 和阴阳上口的曲风 拥夺各大流行金曲榜的冠军 成为争相传唱的流行经典 而这首热门情歌 源于智商力和成员 马雪阳的一段青春记忆 棉花糖是马雪阳写的一首情歌 是你自己的爱情故事吗 是你自己的爱情故事吗 一段单相思 对啊 就是单相思不算爱情 单相思怎么不算爱情 单恋了单恋 单相 单相思算不成功的爱情 我自己设计很浪漫的一个情景 毕业考试的最后一天 然后就把那个歌词 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旋律 录了一个小的词带 当时还没有AB段 只有副歌 只有这一段 所以有一个女的 比我们早了很多年听到这首歌 对 而且那女的最后还没选择你 她们都会后悔的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没有AB段 现在齐了 对吧 要齐了肯定威力无穷 我问一下小五 你会找中国女孩做女朋友吗 我当然会啊 你要把那个女孩带去韩国 跟妈妈姐姐一起住 还是把妈妈姐姐带到 请到中国来 跟在中国住 我的妈妈跟姐姐 她不会中文 所以我觉得住中国 在中国住很多问题 那这样在这边住半年 在韩国住半年好不好 很好 不是 半年 半年不是这样 就是我想 去的时候 我 她的家是我的家 她家是我的家 因为这样 对 所以我去韩国以后 你的家是她们的家 不是 我们的家 我的家是她在中国的家 对啊 然后你们去韩国的时候 她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不行 为什么 不是李上网来吗 不是 不行 我家就是我的家 不是他们的家 为什么 因为 我的家 再两个女生 还有四个进去 不行 不行 不可以 不方便 这是抗笑的 真的是 她们四个进不了 很小 家很小住不下的意思 OK 这是来以后 妈妈你好你好 然后马上会去 有事啊 我说你的房间 只准进屋说给你好 你好 你好像马上出车 我之前非常有幸 在化妆间 听到她们为我们这一次的 背后的故事 排练一个新的版本的歌曲 吉他伴奏版的 棉花糖 来 回忆着初次相遇 坐在你身旁 是谁曾经说 太幸福回去呀 爱情中在心里 左右的生长 童话里的浪漫 是无心去培养 想把你一起流浪 无遇阳光 一起完成温暖的想象 喜欢你任性时候 可爱模样 好像是一世佩下的阳光 你只是 我心中有灭热热 听你的梦想 彼此牵起的双手 谁又不要放 去到往 在远方 幸福快乐和希望 展开翅膀 我们自由飞翔 你就是 用心中的变化藏 甜蜜的梦想 有你世界都变了 就算天快亮 能不能就这样 自由的需要的 爱在我心间悄悄绽放 就是 天放 打架饼吧 开始